高雄市许信男子英不满曾遭被害人殴打 去年1月12日到被害人住处 是改造手枪朝一楼铁卷门射前开八枪谢恨 桥头地院依许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罪 判处徒刑3年2月 令违反恐吓危害安全罪 判处徒刑6月 得一颗罚金18万元 全案仍可上诉 判决说 许 34岁于2009年间 在高雄市三名区一家餐厅 自成性男子姨墨处取的改造手枪一把 及子弹八颗 许因细故遭被害人殴打 心生不满 去年1月12日凌晨5点多 攜带改造枪 但要求不知情张姓有人 驾驶向不知情黄姓有人借来轿车 搭载许前往被害人住处寻仇 轿车到达被害人住处附近路口 需要求张停车下车徒步前往被害人住处 需朝住处一楼车库铁卷门开八枪 七枪均击中车库铁卷门造成七个弹孔 一枪子弹卡弹未击发其中一枪贯穿铁卷门 击破铁卷门后方客厅落地窗 涉嫌毁损部分 畏惧告诉后达车离去 造成当时屋内就请被害人妻子 心生畏惧立即拨打电话联络在外被害人 被害人应担心家人安危 心生畏惧 取开枪后 把枪支丢弃于前证区星光码头 经警方打烙气味寻货 法官认为许违反枪炮罪 判处徒刑三年二月 并科罚金四万元 罚金得一副劳役 令违反恐吓危害安全罪 判处徒刑六月 得一科罚金元 高雄市许姓男子英不满 曾遭被害人殴打 去年1月12日到被害人住处 是改造手枪朝一楼铁卷门射前开八枪 谢恨 桥头地院依许违反枪炮弹药刀借管制条例罪 判处徒刑三年二月 并科罚金四万元 令违反恐吓危害安全罪 判处徒刑六月 得一科罚金十八万元 全案人可上诉 记者黄轩和摄影 分享